天天跟我做 每天一分钟 非天一分钟 每周一直周五更新 靠 最近他上个猪一样的队友 全做全他妈让他给搞砸了 还想让老子不做 哼 还好老子有招 一 团结群众力量 同事 主犯阿姨 甚至饮水机 方理员都拉拢过来 一来让他单干 大家都不要插手 暴露他一个人 成不了事的本性 二来就是 万一他背后有人冲药 你还能有自己的 复仇者联盟 二 工作上的交流要留证据 能画邮件的 就不要在电话里冲哔哔 口头交代事情 一定要用标准普通话 最好有其他人在场做证明 不然他做错事 把脏水泼向你 到时候挨骂 隔屁的就是自己 三 有时长痛不如短痛 找个合适的机会 让他摆摆 眼不见心不烦 比如介组考核 年终考评 或者平时多夸夸他 以你的能力 待在这里去财了 还是去看卫商吧 给他洗洗脑 当然 像老子这么直爽的人 都是直接开喷的 看嘟啦啦盛世纪 看女主身处 智商嫌恶环境 如何摆脱不靠谱 同事走向成功呢 关注飞天说 微博微信 真是给你力量